苹果公司发布内部备忘录 确定员工有权讨论工作条件与薪酬情况 根据NBC获得的一份员工备忘录 在关于这家世界上价值最高的公司之一的员工 就雇员收入议题在几个月时间 连续引发内部争议之后 自2016年以来 但据两名现任和前任员工说 实际上他们无法验证这一点 现在根据这份备忘录 苹果公司告诉员工 他们有权讨论他们的工资 并在外部表达他们的关切 这对这个著名的神秘的科技巨头来说 是一个重大转变 这段话肯定了国家劳动关系法 赋予私营部门雇员的权利 该法允许工人组织起来 讨论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工资 被忘录呼应了苹果公司商业行为政策中的语言 其中说 该规则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被解释为限制 以自由谈论你的工资 工时或工作条件的权利 该被忘录对于像Shires College 这样的苹果公司组织者来说是一个胜利 他们在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指控中说 该公司通过关闭非正式的薪酬调查 和封锁薪酬平等思爱评 限制了他们讨论薪酬和工作条件的能力 自8月以来 已经有8起针对苹果的不公平劳动行为指控 涉及的问题从非法解雇到骚扰 如果他发现任何指控都是可信的 他可以迫使苹果公司张贴一份 与今天发布的通知很相似的通知 确认工人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想法 9月 苹果公司的一名软件工程师斯嘉丽 对该公司提出了一项NIRB指控 声称当工人试图讨论他们的薪酬时 该公司对从事受保护活动的工人进行了报复 苹果公司曾多次试图阻止我们使用我们的声音 讨论工作条件和薪酬